今天好丰盛啊 这些拿回家做酸萝卜吃 这两个吊的 你看那还两个吊的 这是上一次扯 扯了没拿走的 这两个吊在那里买呀 你一刀就买 看一下这一块地 那边是菠菜 这边是生菜啊 这边就是萝卜 这边就是竹筒白啊 那里就是上海青 在那里是白菜 在那里就是窩笋啊 在那里是蒜苗 过去的话就是 菜台纸菜台 你看我们吃都吃不完 你看这一条都是豌豆尖啊 都是我公公种的 厉害啊 今天我来当摄影师 给我公公录起来 记录一下生活 在那里是这么大的 把这种大的 好大的一颗 这个一颗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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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冰箱 看一下这萝卜 这种萝卜啊 就是要小个的好吃 太大个了就老了就不好吃 要进就进这种小的 它不容易爬 进一年的话里面都是硬的 我们每年都要泡一大坛大坛萝卜 一路老爸特别爱吃 最喜欢吃酸萝卜鸡杂 酸萝卜的回场 炒啥反正就是酸萝卜 肉都用酸萝卜 弄少了不够吃 够了 这个 这个车里的 哪个 哪个 这还车了一回两回的 不比头发那个萝卜好鞋 你看到头发那个鸡椎有白的 那回那个全 这个树很粗的 那里还有两个 先把它捡起来 够了够了这里差不多了 我再来砍一根这个白菜 这个白菜我准备今天拿回去红薯冻粉条 炖白菜 粉粮对吧 炖白菜 看一下这两根的话里面稍稍还有点心痒 那些的话还要过段时间 走我们拿回去 我觉得我好喜欢农村这种田园生活啊 特别的喜欢 看一下我们这里山好水好啊 菜好人更好 哎呦笑死了 看我们家种了蒜苗 蒜苗也挺多的啊 去年我我我记得我天天炒蒜苗 结果炒得连 连牛的那个肿都给他吃了笑死了 今天的蒜苗那个肿还是我公公买的 去接蒜 看一下 这个是别人家的干干啊 我家也有 我家的这个后面有几颗在那边 碰干的 我觉得碰干的话好好吃 我有时甚至觉得比啪啪干还是特别的甜啊 拿去就喂鸡啊 这个不好的 因为我们菜实在是太多了啊 老一点的都给鸡吃了 那点中间的我们就自己吃 是不是 有没有喜欢这种农村生活的 我们吃点这个里面的嫩子啊 因为吃不完 我公公等会把这个切了 切了洗了 等它水汽干了 我们就可以放到毯子里面了 是不是姐妹们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 是不是 专门剪子多种的人 全是把我妈妈摘的这个车换的 有些买的 我摘几个种 他摘两个种 摘两个种啊 要不再摘几个嘛 再摘几个 我闻它要不完 那我摘几种 摘几种 摘几种 姐妹们三只松鼠的撒起码来了啊 这个一箱我已经吃了好 好几好几次了啊 满满的一大箱 19块9哈 我们家直接给你们倒手80根啊 你们再也不用去商超里面买了个散秤撒起码 又贵又不好吃 而且我们这个吃起来又不会很腻啊 吃好多个都不会腻的那种 看一下 哇 哇塞 满满的一大篮 一大盘 我这里都还没有80个我吃吃了好多了 他都是采用了新西兰的进口如何啊 他是全面加新鲜鸡蛋不另外加一滴水 蓬松舒软 全香细绵 他这里都是微甜多啊 微甜 不会很甜 而且说连续吃史莱哥都可以 我朋友刚刚刚来我家也抱着了一箱 还有这个好吃 主要是划算 你看 你看看一下 看里面好蓬松 牛肉刷漆嘛 80根 我卖了这么多抓起码 就三只送去他们家大平台 特别给你 老少爵也 平时饿了 上个早餐也是可以的 我是喜欢的 我被面积关在市面上 往里面看看 拜拜